有一位天才的女科学家叫做辛西亚·凯尼恩 她通过动物试验发现 胰岛素对寿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大家好,我是青蛙大叔 首先在这里要感谢一下粉丝朋友们 我们在某英橱窗开始带货以来 成长还是挺迅速的 头30天得到的成绩让人喜出光外 其中第四个星期比第一个星期的销售额成长了5到6倍 这将极大的鼓舞 我们继续帮助糖友们改善健康的信心 也有助于我们把低碳饮食推广到每一个需要他的人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来 绝大多数买家都是妈妈们 显然在每一个家庭中 妈妈都是最照顾大家的健康的 所以我相信家庭成员们和我一样 对妈妈们都是心中充满了感激 今天我们也进一步讲一讲 健康跟长寿的这个主题 那么到底怎样才能做到既健康又长寿呢 美国波斯顿大学的一位教授 曾经主持了一项百顺老人的健康研究 希望能够找到长寿的奥秘 但是结果很意外 除了80%是女性之外呢 很少能够找到其他共同的规律 看来男士关注健康也是容易长寿的 虽然我们是少部分 长寿的人喜欢什么的都有 有喜欢吸烟的 有喜欢喝酒的 有喜欢锻炼的 有喜欢宅家里的 有喜欢吃肉的 也有喜欢吃素的 还有一位122岁的法国老太太 人家呢 一直吸烟 一直吸到116岁才戒掉 这样的结果看起来让人一个头两个大 那么到底有没有共同的规律呢 还好 抛开这些外在的特点不谈 他们呢 还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通过身体检查呢 发现他们的血糖 肝油三脂 还有胰岛素的浓度水平 都是相对比较低的 甚至跟80岁的年龄组对照呢 都比他们还要低 大家想一想看 那到底什么可以让你的血糖 肝油三脂和胰岛素浓度 同时都处于低水平呢 我们讲了这么多期低碳饮食的优点 看看是不是正好是低碳饮食 也可以同时让你做到 这三项指标都相对比较低呢 所以如果你想的跟我一样的话 我们都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 那就是低碳水饮食 其实是有益于我们人类长寿的 大家知道肝油三脂是血脂的一个指标 它其实呢 是高碳水饮食造成的 高碳水饮食同时也会引起高血糖 那么高血糖高血脂 对我们的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这个的话呢 大家都是能理解的 胰岛素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废校 有一位天才的女科学家 叫做辛西亚凯尼恩 她通过动物试验发现 胰岛素对寿命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 她通过研究一种叫做线虫的动物 把她的寿命从20天延长了一倍到40天 这要是换成人的话 相当于从60岁的寿命延长到120岁 然后她继续努力 把线虫的寿命延长到了144天 也就是六七倍 这要是换成成人的身上 那是不是得活到三四百岁了 她所做的这个试验的核心 就是在胰岛素身上做文章 改变了胰岛素对线虫的生长基因的影响 她的操作上很复杂 涉及到基因科学 但是实际上就是改变了胰岛素 对线虫的生长基因的影响 而且她还做了一个补充试验 给普通线虫增加一些葡萄糖作为食物 结果线虫的寿命从20天 缩短到了15天 这说明高糖食物是会折兽的 而那些胰岛素基因被改变的线虫 不会受到胰岛素的影响 他们的寿命就仍然还是144天 得到了这样的试验结果 这位女科学家就开始了低碳饮食 然后她得到了什么结果呢 她说她的体重和大学时代是一样的 各项血液指标都很棒 甘油三指只有正常人的四分之一 这是典型的低碳饮食的结果 无独有偶 在日本有一位叫做心井归斧的医生 他以治疗糖尿病而出名 而他的疗法就叫做所谓的低胰岛素疗法 他的观点非常有意思 他认为糖尿病患者 本来就有所谓不老长寿的体质 只是普通的医疗方式 会导致他们体内存在很高的胰岛素水平 而正是比较高的胰岛素水平 导致了并发症 导致了他们折瘦 所以要避开所谓的高胰岛素疗法 不但不要注射胰岛素 同时饮食也要避免糖分 也就是要采取低碳水饮食 这样就不会承受所谓活性氧 导致的氧化压力 也就可以防止老化了 反过来说就是胰岛素多了 就会提前老化 你就不会长寿了 所以只要停止胰岛素 规避糖分 糖尿病患者也可以变成长寿之星 大家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观看 跟着新华大叔随心所欲 轻松控糖